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再分享Eminet RG35XX SP有第二个智制系统 这个叫MUOS 如果之前有用35XX或35XX其他机种 都应该有机会听过 跟大家一起试试一下这个 这个MUOS 其实一早已经出现了 它未有专支持SP 但它已经有35XX Plus和H版本 所以我也想试试 基本上试试它2024版本 就可以拆入SP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暂时我试试了不久 但是它有很多Theme的选择 也有很多人在用 很多人会有更新的 所以都可以一试 大家可以先来这个网站 下载了那个Image 图 我们来到这里 按去Release RG35XXX 这个这里 接下载了 接下载了 5月24日出的 OK 按一按 接下载了 就可以下载了 这个 大家可以在这里下载2.1GB 这个SP 如果下载太慢 或者会断 可以用Torrent去下载 因为我这里 我试过下载这个 试过断过 我就用Torrent去下载 也挺快 OK 我们在弄其他之前 先回到这里 这里 其实有讲怎装 也有讲怎用 怎加游戏 基本上有些artworks 要放在哪裏 下载了之后 等等的东西 还有stand alone 模擬器 操作 指令 在这里是可以看的 大家这些 不用逐个问我 可以自己来看看 基本上 如果其他retroarch 的话 都是start select 整个离开 select B 制去menu 等等 这些都是照舊 这里应该有讲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 我们继续安装 我下载了在Desktop 大家可以解压 解压好之后 就有个folder 这个 一个image 就是了 我们需要弄一张卡 这个好处就是 你用一张新的去刷 8GB 16GB 都可以 因为 SP这部机 有两个SD卡 它可以 不影响原厂系统的卡 那张卡可以插到 slot2 它会读到那些游戏 你不用再转 加游戏等等 好吗 接着这张拆好之后 就可以插到 cut slot 1 就可以boot 进去 这个是 可以两张卡 一起用的 拆来拆来拆 这个 我试过用 Balena Etcher 就试过有ERROR 搞不定 试过两次 所以建议大家用Rufus 我都会放一条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大家下载它的portable版 或者需要安装版 但是portable版 方便一些 第一个是选择16GB卡 我有一张 接着的image 按select 在desktop 可以解释了 在这里 就是这个 选择这个 接着下面 不用拆了 选择好这两个就可以start 那它就会拆一张卡 需要一点时间 等它完成 那我们 稍后再回来 好了 搞定 可以close 接着安全退出 拿回卡 去 部SP 记住 这张卡就插入slot1 把原本的卡 插入slot2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它有三个可以选择的 我们这部也没有的 因为SP 但是 最接近的应该是2024 这个 那我用这个 按Ape 选择你自己的地方的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等它完成 它有趣 有点啵啵啵声 好像真的在电子工作 正在做 搞定了 就是这样 我刚才都需要一点时间 OK configuration 这里 general settings 可以教这么多东西 Theme Picker 本身都有很多 有不同 我现在用这个 Beans classic orange 这样看清楚一点 explore content 就是这些游戏了 它现在是直接读我SD2那张卡 除非 确定是随着鍵子 最好 所以这些游戏已經存在了 所以这些游戏在这里 找一些游戏 试一下 游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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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其他游戏 我发现CPS1,2,3是我迷以關 Final Burnt Neuro是迫不迫的 M되ist也是迫不迫的 我未知原因 如果大家可以 Kingsinhorn的成长 我会 parking 的其次之外 其他更迫无问题的 Angry 4 也是无问题的 Navoast Zen yeah sharply�� PX1也有's 超音, 我都試過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試過用 Sleep 都可以 但 Sleep 也是燈光, 我相信他們的電源都有一路求 這個也是未完全解決到的問題 如果真的 這個很重要, 用上次介紹的 Mini OS 比較好 現在還有很多圖案,有些 Artwork 製作了 我們再回到電腦上,看看使用 Artwork 會不會更好 回來電腦,我們去 Artwork 左邊 然後這裡有教你怎樣製作 Artwork 的東西 怎樣可以放遊戲資料、圖片、Preview 那些 怎樣放才可以在選單裡面看到 剛才大家看到,雖然有些遊戲看到,但看不到圖片 因為設定有少少不同 大家可以按照這個系統去設定 基本上要放在系統裡面有一個 開一個 Preview Folder 放這個 PNG 開一個 Text 的 如此類推 那我就拉下來下面,有人弄了那個 Script 的 Artwork 我們試一下 我現在想試一下Cup 看看是不是已經設定好了 來到這裡,我們按右邊這個 Release 然後我們下載這個 Artwork .zip 我下載了,不再按一次 然後我們把這張卡進來 咦?我讀不到這張卡 可能是未有 Letters 不要緊,我打開 Disk Genis OK,打開了 它有很多個 Folder 那張卡裡面 不是這個 ROMS 那個 它有個位置叫 Archive 我們把剛才下載的SIP檔 就放進這個 Archive 裡 大家如果像我這樣看不到 那張卡裡面的東西 可以用Disk Genis 對,或者自己 Create 那個 Letters 應該都看到 好, Complete 我們現在又可以把卡放到 SP 裡 試試了 對了 那我們今次去 Application 裡面有個 Archive Manager 跟著,剛才的 Artwork 在這裡 我們按一下, Extract 好了,搞定了 看看有沒有分別 在 Game 那裡 它不是全部都有 但它有那些系統 例如阿達利 這些有些 Logo 仔 看看有些什麼 看看有些什麼 任天堂 這些有 Game Boy Advance 這些有 等等 那你進去之後 它也不是所有遊戲都有 但是呢 有些遊戲已經有圖 對了 那你如果想再看大張一點 可以按 Function Key 那個 Menu 對了 跟著這裡有些資料 Text 那些 然後再按 A 鍵 看看遊戲 Preview 圖 對了 那有多少資料 那它這些本身已經有 在剛才的 Pack 中 但不是全部遊戲都有 Support 但是就 有那些它放進來 對了 其餘那些都是 其實 好像任天堂那樣 那它又不是所有都有 但是有那些就有圖 也有這些資料 有遊戲 Preview 圖 等等 對了 設定好了的話 都挺清晰 挺好的 那如果之前 那些朋友說 原廠那個 那些遊戲圖太小 那怎麼搞呢 那個沒得搞的 可以用這個 這個會看得清楚一點 現在就裝這個就是這樣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 試到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好玩 或者有什麼其他 Custom Firm 我還沒試的 都可以了 電話給我聽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簡單的 先講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LIKE 還沒按訂閱 當然按訂閱 再按按按鈴鈴 那我新片就會喜歡大家 如果想請試我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簿 或者配合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的 描述裡面有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